本分局文治所远警于今日十二时许 在本辖重化路与文旗路口 发现一部遭侵占之张车 遂适宜停车受捡 除了该车拦查不停沿路违规逃逸 远警立即通报实施拦截违捕 其后远警尾随至左营区自由二路时 下车拔枪警戒 并以警棍敲击车桩赫赤驾驶下车 为驾驶不服机场继续驾车逃逸 远警接着尾随至三明区名城二路上 恰逢该车疑因车胎老旧而爆胎 通气在案之租姓驾驶 最后遭远警于名人路追上压制逮捕 同车征信乘客也以侵占案证人身份 一并待反锁侦办 巡后将租难依通气侵占及公共危险罪嫌 移送侦办 本案远警以拦截为捕 尾随事机拦查之方式 成功查契嫌犯 未造成任何财损及人员受伤情势 也呼吁如遇警方执行情务拦查时 驾驶人依法有配合义务 如确有违规行为时 更应配合受减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加速逃逸 以为自身及他人交通安全